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 它都有我们失落的东西 也有都我们即将要迎接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种伤感 电影必然会流露出来 现在内地互联网上有一个互联网名词 叫做中式梦合 它很像这个电影 所以中式梦合就是很多物件 很多场景 大家可以回忆起我们丢失的记忆 那我希望 那我相信这个电影 确实也是个中式梦合电影 风流一代跟以往电影 在拍摄跟后期制作 都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最初是在新世纪初 就2001年 当时开始有了数码的摄影机 我就希望能够拍一部 就是一种游历式的作品 所谓游历就意味着一种 漫无目的的一种奇遇式的这样一个旅程式的拍摄 就是我们那些未知的偶然捕获的影像或者片段 它最后构筑成一部影片 我们在剪辑时 剪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整部影片 整个船轮渡的那场 对于我反思整个影片的美学特点有很大的包装 因为这一场我就把他说的对不对都剪掉了 我已经开始怀疑那些那些话 他把整个时代具体化 整个时代狭窄化 因为整个感受的复杂性 这个千言万语所谓五味杂成 它都可以通过沉默来表现出来 它其实表现出来更多的 娱乐其实它一直存在 也没有什么大变化 只是娱乐的方法跟载体发生变化 对但是整体其实还是一个整体社会氛围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影片的开始 就是世纪一初确实有一种整体狂欢的一个氛围 那今天呢 可能一些狂欢就分纵了 就大家变成一个一个在家里 通过直播间 通过看摩托的人直播间 可能再变成一种媒体的狂欢 在分流一代的这个最后一段落出现了机器人 更主要的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恰好是在这个疫情这几年 就世界禁止这几年 其实科技在废数的变化 我觉得AI它的转变 不是科技进步这么简单 它是文明的分别 对我来说它吸引我的迷人的地方 在于它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转折 文明转折的一个关口 就常说就是一只脚在过去 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所谓的情感关系都是过去的 但是其实我们一只脚已经迈向未来 我是一个没时间浪漫的人 但我是挺浪漫的一个人 我喜欢去陌生的地方 我喜欢结交陌生的地方 我还挺有好奇心的地方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算很浪漫的事情了 我们下期再见